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复盘网飞》 副标题是《从一个点子到商业传奇》 我们今天知道的网飞以自制剧而闻名 凭借着大热的自制剧、纸牌物、怪奇物语等等 坐拥全球近两亿付费订阅用户 目前稳居全球流媒体第一把交易 与脸书、亚马逊、谷歌并称为美股四剑客 截至2020年9月 网飞公司市值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 差不多是爱奇艺市值的14倍 成立于1997年的网飞 其实是从一个租售DVD的网站起家的 在发展中面临过融资困难、裁员危机 甚至还更换了CEO 那么,网飞在创业初期是如何度过危机的 是如何战胜竞争对手 成功登陆纳斯达克的 《复盘网飞》这本书就讲述了 网飞从创立到上市的这段历史 本书作者马克·伦道夫 是网飞的联合创始人 首任CEO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科技创业家 投资顾问 他曾经帮助多家公司 实现创业初期的业务增长 在这本书里 马克通过复盘网飞的创业史 完整地回忆了网飞从创业打磨到组建团队 融资发展上市的全过程 向我们真实地呈现了小企业击败巨头的商业传奇 我们将以时间为序 分三个阶段来讲述网飞的创业历程 第一个阶段 从一个点子到产品上线 第二个阶段 上线后的增长困境和关键创新 第三个阶段 涅槃重生之后成功上市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 网飞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先说第一个阶段 从1997年1月到1998年4月 网飞诞生正式上线 一个创业公司从0到1需要什么 创意 资金和团队 网飞是如何集齐这三样的呢 关于网飞的创业故事中 有个流传甚广的版本 网飞联合创始人 现任CEO李德·哈斯廷斯 在百世达公司租赁了一部电影 阿波罗13号 他在归还录像带时 由于余期被罚了40美元的质拿金 李德当时就在想 如果没有质拿金这种东西会怎么样呢 于是网飞的创意就此诞生 这个有趣的创业故事 很符合硅谷的风格 创始人突然灵光乍现 创意诞生并开始创业 但在本书中 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 网飞的创意并非源自于 创始人的经历与顿悟 而是创始团队经过反复的调研 不断探索分析后的结果 在创办网飞之前 作者马克·伦道夫是一家软件测试公司的市场营销专家 他的伙伴李德·哈斯廷斯是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的CEO 李德的公司收购了马克所在的公司 并让马克继续担任营销副总裁 马克和李德因此相识 但是刚完成收购后不久 李德的公司又将被并购 这让李德·马克和新招来的两位同事 克里斯蒂娜和特雷泽都面临下岗 马克决心带着新招的两位同事创业 而李德自己希望投身教育事业 但是愿意以投资人或者顾问的身份支持马克创业 马克和李德都住在偏远的斯科茨股市 两人轮流开车一起去森尼维尔市上班 上下班路途成为了两人讨论创业的最佳时机 马克充分发挥着想象力 而李德作为经验丰富的投资人 理性地帮助马克进行利弊评估 分析成本效益 预测未来的发展等 每一个好主意背后都有上千个馊主意 在确定创业方向之前 马克和李德讨论过数百个创业点子 包括定制棒球棒 个性化冲浪板 为宠物狗做定制狗粮等 这些点子 李德经过理性的分析之后 都给否决了 直到有一天 马克为了哄女儿入睡 陪女儿一起看了整张电影录像带 产生了在网上租售录像带的想法 他拿着这个点子找李德讨论 恰好李德刚被百事打罚了40美元质纳金 而愤愤不平 这次李德有了兴趣 随后 马克和克里斯蒂娜 特雷泽对录像带行业 进行了调研分析 现实给这个小团队泼了一盆冷水 当时VHS格式的录像带非常笨重 装运邮寄成本很高 加上还要与百事达那样 门店遍布全美的实体音像店巨头竞争 通过邮寄方式租售电影录像带 几乎就是吃人说梦 尽管在线租售录像带的创意遭受打击 马克团队并没有轻易放弃 DVD这种新型录像格式 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DVD格式在日本很流行 但当时刚开始登陆美国市场 DVD格式的叠片 轻扁小巧 尺寸和激光唱片CD一般大 可以装到一张信封里邮寄 邮寄成本仅需32美分 当时美国电影公司也寄希望于 通过DVD技术的普及 将DVD电影变成像CD一样的 可收藏的消费品 因此电影公司也积极推广热门的 电影DVD版本 有了天时地利的优势 马克团队将赌注压在了DVD上 决定做DVD叠片的在线销售和出租 他们希望在短期内 独占这片细分市场 1997年6月 为了验证邮寄DVD的可行性 马克和李德亲手进行了试验 他们购买了一张铜尺寸的CD 将CD装入贺卡信封 用一张32美分的邮票 邮寄到李德家里 在寄出的第二天 李德收到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完好无损的CD 邮寄是可行的 创业的点子有了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 引入资金将它落地 马克和团队估算 上线网站需要100万美元 在A轮融资之前 经营网站需要100万美元 一共是200万美元 经历了整个创意打磨过程的李德 愿意出资成为天使投资人 李德担心马克对这个创意过分自信 希望他听取更多的意见 因此将原先承诺的200万美元 减为190万美元 马克需要向其他人 募集另外的10万美元 但是马克的点子并不被其他人看好 就连他的妻子也评价说 这完全行不通 为了融资 马克找到了著名的投资人 亚历山大 巴尔坎斯基 前老板 菲利普 卡恩等人 去推荐自己的商业创意 他们都不看好邮寄DVD 亚历山大甚至直接了当地 嘲讽这个创意是狗屁 马克坚信自己的创意 不断向新的投资人推进 最终说服了他的母亲和前老板 史蒂夫卡恩出资 完成了最后10万美元的艰难融资 完成融资后 马克开始组建团队 虽然网飞早期的工资水平 远低于其他公司 但是马克和李德 通过给创始团队每个成员 发放股票期权 搭建了一支优秀的团队 为网飞早期的快速发展 打下基础 1997年10月 顺利完成天使轮融资 和创始团队的搭建后 马克带领创始团队 开始了从0到1的创业过程 他们建立DVD库存 尝试用不同方法来存储 定位和运送DVD 设计快递包装 以及搭建网站和测试修改 为了方便用户 快速查找电影信息 网飞团队斥资 从全电影指南网站上 购买了大量的电影数据 比如导演 演员 制片人 上映日期 电影类型 获奖情况等信息 建立起支撑 整个网站的数据库 1998年4月14日 在经历了6个月 紧锣密鼓的筹备后 网飞正式上线运营 上线前 网飞团队做了充分的准备 然而在上线当天 依然出现了意外 由于访问量巨大 网飞的服务器死机了 埃里克团队不得不紧急 去当地电子产品商店 购买服务器 上线当天虽然暴露了 很多问题 但网飞依然收到了 超出预期6倍的订单量 有了一个看上去 还不错的开局 好 网飞发展的第一阶段 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阶段 从1998年4月到2000年8月 网飞经历了上线后的增长困境 而后又通过两项颠覆性创新 实现逆转 在网飞成功上线之后 创始团队对流程和服务 进行了持续的优化 网飞的销售额也保持快速增长 到1998年6月 月收入超过了9.4万美元 然而数据背后却暴露出一个问题 网飞的DVD叠片销售额为9.3万美元 DVD租金却只有区区1000美元 也就是说 用户租赁DVD的意愿很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选择了和东芝 索尼等DVD制造商合作 在出售的DVD播放器上 附带优惠券 凭借优惠券 用户可以在网飞 免费租赁一定数量的DVD 这种合作虽然给网飞 带来了一些用户 但是获客成本极高 导致运营资金捉襟见肘 上线两个月后 亚马逊有意收购网飞 当时亚马逊的主业 是在线销售书籍 它已成功上市 募集到了5400万美元资金 亚马逊想成为一个线上百货商店 正在着手扩张品类 音乐和影视产品 是它接下来的两个目标 它看上了网飞的DVD叠片 在线销售业务 亚马逊给出了 1500万美元的收购报价 这个报价很诱人 但是马克和李德都认为 DVD的业务有更大的潜力 最终婉拒了亚马逊的收购 拒绝了亚马逊的收购后 李德开始为网飞 募集新的运营资金 李德是一位备受推崇的 知名风险投资家 他承诺将作为董事长 积极参与网飞事务 赢得了投资人的信任 最终 网飞成功募集到600万美元 支撑了业务的发展和扩张 1998年9月中旬 网飞一直没有找到 业务增长的突破点 公司内部管理也出现一系列问题 李德坦诚地和马克进行了交流 提议自己全职加入网飞 出任CEO 马克担任总裁 共同管理网飞 马克最开始是不理解的 他希望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 由自己来掌舵公司 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马克觉得虽然自己很优秀 胜过了98%的企业家 但是李德更自信 更专注 胜过了99.9%的企业家 在后续的融资过程中 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于是接纳了李德的提议 放弃了首席执行官的头衔 1999年春天 网飞搬到了面积更大的新办公室 李德也对团队进行了升级 尽管有很多精英人士加入网飞 但是网飞依然面临着老问题 没有用户愿意在网飞租赁DVD 当时网飞做了一个战略决定 放弃DVD销售业务 专注于DVD租赁业务 他和亚马逊进行了战略合作 如果网飞的用户想要购买DVD 会被引流到亚马逊的网站上 而亚马逊的用户想要租赁DVD 则会被引流到网飞的网站上 这笔交易对网飞来说收效甚微 没有多少来自亚马逊的新用户 到1999年夏天 没有了DVD销售业务来维持资金周转 网飞已经岌岌可危 大量的DVD闲置在仓库 运营成本居高不下 为了解决租赁业务的问题 李德和马克带领团队 进行了数周的调研分析 最终推出了一项颠覆性创新 当时行业通用的是 每片付租的商业模式 网飞也是采用这种模式 用户每租一张DVD 需要付一笔租金 如果余期了 还需要缴纳支纳金 站在用户的角度 每片付租模式有两个问题 第一 他们不确定租到的电影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 如果租回来不喜欢 租金就白交了 第二 如果不注意忘了时间 归还迭片余期 会额外遭受一笔损失 这两个降低了 用户的租赁意愿 如何解决呢 网飞经过不断测试优化 形成了一套包月订阅模式 在这个新模式下 用户首月可以免费试用 之后 每月只需缴纳19.99美元的订阅费 就能任意租赁DVD叠片 用户每寄回一张DVD 网飞会自动寄出下一张 没有次数限制 也不会因为租赁余期 缴纳支纳金 当时 一张DVD的价格大概在25美元左右 网飞每月19.99美元的订阅费 性价比很高 订阅模式已经推出 反响热烈 服务上线的头三个月 网飞网站的访问量提高了300% 用户订购量大增 这个时候 网飞需要找到一种方式 让用户持续支付订阅费 不断租赁新的DVD 网飞团队意识到 如果用户知道自己想找什么电影 可以直接搜索 但是如果客户并不清楚 想看哪部电影 那么想在5000多部电影中 找到一部喜欢的电影 就异常困难了 网飞对网站进行了重新设计 在网站首页 向客户随机展示四部电影 并且附带电影的光盘封面 影片时长 发行日期 剧情梗概等信息 以方便用户浏览 但是这种推荐是完全程序化的 展示的电影是随机挑选的 未必是用户喜欢的 或者喜欢 但是未必有库存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需要找到一种算法 能够根据用户的口味 和网飞的库存情况 进行校准推荐 使得展示的电影更加个性化 同时也可以降低 网飞的库存压力 马克和工程师们 首先想到的是 利用电影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 从而找到电影之间的关联 诸如电影类型 演员 地点 发行年份 语言等数据 但是这种贴标签的算法 太过于机械 没有考虑现实中 每部影片的特殊风格 我拿中国的明星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同样是孙力出演的电视剧 可能有的观众喜欢 甄嬛传 敏月传这一类公斗剧 有的观众喜欢 安家这种都市职场剧 通过团队的讨论和调研 网飞意识到 想要为用户 推荐他们想要的东西 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他们自身的数据 进行分析建模 优化算法 因此 网飞引入一种 叫做协同过滤的流程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你在网飞网站上 租赁了一部电影 它就会把你和其他 租赁过这部电影的用户 归为一类 然后推荐你观看 这类用户租赁过的 其他电影 协同过滤 极大的提升了 推荐结果的相关性 但是它并不完美 仅仅关注历史租赁记录 并不能判断用户 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部电影 用户租赁了这部电影 但是可能并不喜欢它 也可能只是 租来给其他人看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让推荐算法更精准 网飞上线了 电影评分系统 鼓励用户经常给电影评分 根据用户的评分 来判断他们对这部电影的喜好程度 通过联合协同过滤和电影评分系统 网飞构建了一个 可以预测用户电影偏好的算法模型 2000年2月 网飞上线了电影匹配功能 这个功能让人感觉特别人性化 它就像一个老练的音像店电影员 询问你最近看了哪些片子 然后贴心地帮助用户 从海量的电影库里 快速找到你会感兴趣的电影 订阅模式和推荐算法 两项关键创新 帮助网飞彻底改变了商业模式 带来了巨大的增长 让网飞成为在线DVD租赁的代名词 网飞发展的第二阶段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阶段 从2000年9月到2002年5月 网飞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危机 但是最终成功上市 订阅模式和推荐算法 帮助网飞拥有了20万付费用户 每月租出80多万张DVD 商业模式得到了充分验证 为了更好的发展 网飞于2000年4月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了上市申请表 但是由于当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股市持续低迷 网飞最终于9月份取消上市计划 取消上市让网飞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团队一度考虑将网飞出售给 实体音像租赁店百事达 李德和马克通过各种人脉关系 获得了与百事达CEO 约翰·安蒂奥科面谈的机会 李德向安蒂奥科分析了 百事达收购网飞 实现线上线下协同 所能带来的商业价值 然而安蒂奥科认为 整个互联网热潮是被炒作出来的 网飞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而且会持续烧钱 他傲慢地拒绝收购网飞 既然卖不掉 只能靠自己实现盈利 2001年初 通过精确分析计算 网飞需要在年底前 实现100万名付费订阅用户 并且削减开支 才能实现盈利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网飞做了两件事 第一 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口碑 当时 网飞已经在部分地区 实现次日达服务 次日达能够有效提升 新用户的转化率 因为次日达提升了老用户的满意度 形成口碑 口碑传播带来新用户 现在要冲刺100万订阅付费用户的目标 网飞必须让次日达能够覆盖更多地区和用户 运营总监汤姆迪隆分析了数十万个数据点 在全美各地巧妙地设置了60个便利店大小的中转枢纽 在95%的地区实现了次日达的服务 高效、快捷、成本低廉的次日达服务 极大的提升了用户的满意度和口碑 有效地帮助网飞快速获取更多新用户 使得网飞提前达成100万订阅用户的目标 第二件事是裁员 仅仅达成100万订阅用户的目标 还不能让网飞盈利 必须要大幅度降低成本 财务总监巴黎给出的解决办法是裁员 而且在不损伤业务增长的前提下 网飞于2001年9月份开启了裁员计划 裁掉了近40%的员工 主要是一些不符合公司文化的员工 以及新入职的员工 裁员降低了网飞的人力成本 最终网飞在年内实现了盈利 2002年5月23日 具备盈利能力的网飞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网飞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募集到的资金帮助网飞快速扩大业务规模 经过白热化的竞争 网飞终于超越百事达 成为DVD租赁领域的霸主 2003年 马克离开网飞 以股东身份默默支持和关注着网飞的发展 通过复盘网飞这本书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网飞创业史 复盘这段创业史 你会发现 网飞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创新与专注 创新是网飞取得龙头老大地位的关键驱动力 贯穿于网飞整个发展历程 从最初的DVD租赁服务到订阅模式 推荐算法 网飞不断通过创新来驱动公司的发展 甚至不惜颠覆自己 以实现自我超越 就拿网飞的家庭租赁库为例 按照常理 作为一家租赁平台 DVD应该由网飞的仓库发货 同样由网飞的仓库收获 但是在网飞早期的订阅模式中 DVD不是从网飞的仓库寄出 而是从上一位用户的家里 网飞巧妙地将用户的家庭变成临时的仓库 通过算法实现A客户归还DVD 直接邮寄给B客户 网飞无需在全美各地建立巨大的仓库 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 极大的提升了运营效率 今天的网飞稳坐流媒体头把交易 其实网飞引入流媒体技术 也体现了它骨子里的创新基因 2007年 尽管网飞的DVD租赁业务 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 但公司内部预测 在2013年 DVD业务将达到极限点 公司决定尝试网络视频服务 推出了在线播放插件 Watch Now 在当时 进入网络视频领域是一种激进的做法 技术表现也非常糟糕 但网飞持续地投入流媒体技术的研发 持续迭代改进算法 提升软件的兼容性 不断优化用户体验 网飞最后成功实现了赛道切换 同一时期 DVD行业竞争对手百事达 没有跟上产业变迁趋势 最终于2013年破产 而网飞坚持自我颠覆 成功转型 Watch Now的出现 永久性地改变了网飞的业务 网飞在坚持创新的同时 毫不练就 很多公司喜欢在多个赛道上 广撒网 多线并行 觉得总有一条路能走通 而网飞在嗅到新的商机后 就会加大筹码 全力投入 我们先前提到的 网飞放弃赚钱的DVD销售业务 专注于租赁业务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两位创始人在参观亚马逊之后 坚信一旦亚马逊涉足DVD销售市场 网飞将永远无法匹敌 网飞需要专注于DVD租赁业务 尽管当时租赁业务的发展极为缓慢 马克清醒地意识到 随着经验丰富的各路零售商 蜂拥而至 DVD销售市场很快会进入红海竞争 而DVD租赁尚未被重视 利润丰厚 潜力巨大 而且网飞具有先发优势 所以网飞应该专注于租赁业务 在转型流媒体赛道时 网飞也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专注 2007年 尽管资本市场 媒体和部分公司内部人士 都不看好在线播放插件 网飞依然坚信在线视频的未来 将2007年利润的一多半 投入到流媒体技术研发中 坚定地完成业务转型 网飞在2011年 把在线视频业务和DVD业务分拆 用户可以单独订阅在线视频业务 但是这样一来 如果同时订阅两项业务 价格比分拆之前上涨了60% 导致网飞在2011年第三季度 流失了80万的用户 进而导致股价下跌了80% 在公司持续亏损的情况下 网飞依然保持对流媒体技术的 不断投入 因为公司决策层 对市场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 预判到DVD将落寞 而流媒体技术在不断成熟 最终当在线视频的风口来临时 网飞拥有最好的流媒体技术 海量的版权和最大规模的用户群 建立起强大的护城河 奠定了流媒体王者的地位 不对市场热门趋之若鹜 明确自己的优势与地位 是网飞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时 绝对坦诚 公开透明的企业文化 也是组织的有力之称 喜马奖书曾经解读过奈飞文化手册 奈飞就是网飞的另一个中文译名 那本书里面有对网飞企业文化的详细讲解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 关于网飞从一个点子到商业传奇的故事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网飞的成功并非偶然 离不开才华横溢的创始团队 颠覆性的创新和专注的品质 在面对运营危机裁员危机时 网飞总是在不断地寻求方法超越自己 最终赢得了市场和用户 让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变成可能 好 复盘网飞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